今天的重點不用我說 應該就是美國總統大選了嘛 美國時間的10月5號 就要開始投票 你要觀望的 繼續觀望吧 已經上車的 恭喜你 因為今天的行情 已經在預告選後台股的態度 大家好 我是尼玉凱 在我們台灣時間的 明天上午就會開票 所以我相信 有明天大家關注的焦點 就是在太平洋彼端的美國 我們肯定會飄洋過海的 關注選情 那講到飄洋過海呢 不如就來一首飄洋過海吧 為你我用了半年的繼續 飄洋過海的看選舉 為了這頗行情 我連大選後的奏響 都曾反复練習 言語從來沒能將我的努力 表達千萬分之一 為了這個機會 我的夜裡想了又想 不肯睡去 有的投資人呢 他不只用了半年的積蓄 他可能是用了半身的積蓄啊 半輩子的積蓄 要拼這支選舉耶 而且呢 我已經幫你將大選過後的走向 Anyway不管誰當選都進行過沙盤推演 結果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那還能差嘛 對吧 各位歷史經驗已經告訴我們了 不論政黨如何輪替 不論誰當選 上漲機率就是100% 而就是因為如此 我在夜裡想了又想不肯睡去太興奮了好不好 希望你的感覺跟我們一樣 昨天我們補充了一些美國總統大選的資訊嘛 今天我們來補充這個重要的時程表 來 各位 11月上午這個是美東時間開始投票嘛 我們看一下台灣的時間 11月6號凌晨 等待投票結果 到11月6號明天的上午呢 台子開盤的時期呢 大概是11點前後 七大搖擺州會關閉投開票所 然後明天的中午到下午 就是台子收盤前後 行情波動會擴大 因為這個是搖擺州開始公布的時間點 所以這個時間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6號到7號凌晨 凌晨這個時間點 如果選票出現膠著爭議 勝選結果會延後確認 有可能美股開完之後 整個波動會擴大 簡單講一下 因為美國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它是所謂的選舉人票制 就是每一週有多少票 比如說賓州19票 加州多少票這樣子 總票數是538票 只要獲得過半數的選舉人票 大約270就可以當選總統了 總有跟大家提醒過 郵寄投票現場投票都是可以的 所以最快最快要11月6號晚間才能確認結果 有可能要數天時間才能夠確認當選 好不好 這個我們引用券商的一個資訊 那我再次強調 依照過去的經驗來看 大選之日 就投票日的過後 頂多震盪幾天 這就是因為什麼 不一定一天會有結果 對吧 這是因為投票的計票 不見得一天就會有結果 有可能要數天才能確認 對吧 數天才能確認 所以呢 我才說影響至多一個禮拜 最多最多一個禮拜 而當大選結果出爐之後 撥斷行情就準備要啟動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論是選後一個月三個月 或者是六個月 行情都是往上走的 你可能短線影響了幾天 因為你開票完就是要幾天了嘛 開票完然後行情反映一下 欸 就是要幾天 對吧 可是我們如果說稍微看長遠 一點點看到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 行情它都是往上走的 而且不論誰當選 不論哪個政黨當選 都是如此 因為在股市來說 最擔憂的就是不確定性 一旦所有的不確定都消弭之後 行情就可以放心表態了 那至於大家擔心 如果是共和黨當選 會不會不利於台灣 不利於台積電 我覺得那都是後話 那都是後話 等到真的有出現什麼 實質性的政策之後 再說吧 再說吧 而且我跟你講 政治人物都一樣 選前選後會有程度上的落差 選前一定要很敢講嘛 對不對 我要怎樣客觀稅 我要怎樣對付誰 我一定要保障誰誰誰的權益 因為你需要選票 對吧 你需要選票 所以候選人什麼話要講得很漂亮 或者甚至是極端一點 偏激一點 才能夠激化選民出來投票的那種意願 所以這些言論都會出現在選前 可是等到真的當上總統之後呢 一切就不一樣囉 一切就不一樣囉 你要執行一項政策 你要簽署一項法案 你要衡量事情太多了啦 要衡量的事情太多了 或者是會擋住你的幕僚 擋住你的對手 擋住你去執行法案這些人 都很多 所以反而當選之後 言行就會收斂一些了 而且我昨天有講到嘛 禮拜五 它是有一個行情的觸發點 聯準會利率決議 對吧 我們再幫大家更新一下 最新的FedWatch 來 各位 11月7號這一次的利率決議 降一馬的機率已經來到99.7了 妥妥的板上釘釘的就是降息一馬 12月呢 有高達81.5個百分點的機率 會再降息一馬 那當然 這一次降息一馬已經不是新聞了 會後聲明更加重要 因為11月降一馬就共識了嘛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只是說 它依然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這個時間點去做一個借題發揮 去觸發股市在選後 不確定性消敏之後往上漲 可是如果接下來在會後聲明 爆爾進一步去釋放出 12月也會繼續降息的這種言論 那就真的是利多了 也許81.5% 12月降息機率 再一馬的這個機率 說高不算高 隨時可以有變數的 可是如果爆了 再堅定一點 再告訴你12月有可能 有這個意願 有這個趨勢 也許會降息 那就叫利多了 而且我告訴你 選後不僅僅只有一個行情觸發點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昨天都有跟大家講到了 對 現在中共的人大常委會 昨天已經開始開會了 對 4號到8號 一連五天在北京舉行 為什麼提到這個時間點 因為他們也在等 等什麼 看誰當選嘛 對吧 我即便今天有一些政策 大概框架已經討論出來了 我還是要看看到底誰當選 再來做一些政策上的微調 可是這個我們講 人民幣10兆元的救世措施 這個進一步的振興方案 不論誰當選都必須要推出 因為上一次的這個談話 已經讓國內的 他們國內的民眾非常失望了 所以這一次還可以再這樣嗎 還可以再講講而已嗎 我覺得不太行 好不好 規模這個10兆人民幣的一個方案 大概是40幾兆台幣 所以說 我們手上目前還持有的這個 00753L 中國中信50正2 今天也漲了半根停板 對吧 今天漲了5%以上 續爆等噴出 因為這就是另外一波的資金行情 除了聯準會進一步升息之外 中國大陸進一步的去釋放資金 搭配選舉改革段落 搭配第四季的旺季行情 我真的想不到不經常的理由了 真的啊 兩個資金 對吧 一個不確定性的消除 一個旺季行情來臨 我真的已經想不到不經常的理由了 所以我一開始不就說了嗎 今天的行情 其實 有沒有 已經在預告選後台股的態度 上不去下不來 最近段時間都是如此 可是為什麼偏偏在 開票前一天 今天台股到最後是大漲 141點 很多股票都在拉 對吧 可是呢 今天AI股在漲 工具機在漲 航運股也在漲 該買誰好 下半段回來討論 休息一下 航運股最近確實氣勢如虹 我們來看一下萬海 對吧 漲一天 創高一天 拉回一天之後呢 今天又大漲了 5.4個百分點 準備要挑戰前高了嗎 陽明也是一樣 今天也是大漲 挑戰前高了 最強的當然就是 我們9月底曾經買過的 長榮 因為它是正式創新高了 9月底 對 9月24號 大牌 長榮 當時205元 大概現在2以9 小賺一點點 好不好 那為什麼最近航運股這麼強 其實主要的原因 已經不是中東的戰局了 主要還是擔心在 美國大選之後 會進一步的 對於中國大陸 有貿易上 或者是任何進出口的管制 所以現在當然是 能夠出貨 趕快先出貨 跑一點算一點 航運就供不應求 可是既然它的一部分 是主要短線的題材 那我的想法 仍然是會回歸到短線的操作 仍然是回歸到短線的操作 題材沒有的話 行情可能隨時會沒有 那在AI的部分 或者是工具機的部分 也會是短線操作嗎 這其實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因為工具機 現在漲的是機器人概念 回到頭了還是AI 回到頭了還是AI 那也有一部分的AI股 比如說我昨天提到的 偽創 今天去創新高 對吧 或者我講很久的 技嘉 今天大漲5.5個百分點 還有今天也很強的 營業打 超級強 和力拔衝第一根 大漲9.2個百分點 這些股票都叫做 美超為財報利空的受惠股 一則一喜 一則一憂 美超為財報一定有一些股票是重傷的 可是也會有一些 因為美超為財報而受惠的股票 對吧 偽創就是 技嘉就是 以及今天超級強的營業打 也是 尤其營業打 今天這種漲法 對吧 帶量上漲 而且是底部起漲 絕對有貓膩 我幫大家補充一下 今天盤中 盤後我不確認有沒有新聞 如果是盤中 你去Google 營業打的話 你知道Google營業打 你大概只會查到什麼 AI需求強勁 這種非常籠統的利多 不然就是什麼 五年五次違反加班費規定 營業打什麼遭重罰 重罰82萬 82萬不叫重罰好不好 這很無聊的新聞 我來分享一些你查不到的 今年的原則上 營業打它會小量出貨給Google 在今年的第四季 會小量出貨給Google 所以第四季的出貨 激增率大概是10% 激增一成 所以第四季 應該會是今年財報上的亮點 而且你看這是有機可循的 我們講這個營業打 它在上半年EPS只有0.81 營業打上半年EPS只有0.81 所以大家原本猜測 給你double好了 今年全年度的EPS 大概會跟往年一樣 可能1.78左右 1.78左右 可是營收呢 營收部分已經看得出一點蛛絲馬跡 來我們看一下 先看過去的 營業打過去的營收 去年10月400億 去年11月441億 12月435億 大概這樣就很多了 400多億到第四季 忘記就很多了 然後到了今年之後 有沒有發現降不下來 降不下來 而且越往後面越高 進入到第三季之後 有沒有7月555億 8月520億 9月562億 而且9月的營收 是創下歷史新高 9月營收是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通通給它累加起來 1到9月的累計營收 也是歷史新高 重點是明年 今年下半年 應該你能夠看到 營業打的EPS 是會被帶動上來的 而明年的EPS 現在已經有法人機構 估到3以上 估到3以上 我們剛剛講 過去這幾年 營業打大概就1塊78 1.7元到1.8元這樣的水準 如果明年能夠估到3塊錢以上 等於它也是一個翻倍成長 不是嗎 然後回過頭來看它的股價 這個這麼足夠低的股價 未接夠低的股票 不能買嗎 又底部起漲帶量表態 不能買嗎 所以我們今天在特別會員的部分 我們將成名店 來我們將成名店進行獲利出廠 轉進2356的音業打 細節我先不講太多 為什麼做這樣的轉換 我先不講 可是我這個轉換是有其道理的 是有其道理的 好 再來我們看台股F4 台股F4 就是台積電廣達聯發科跟鴻海 聯發科當然就稍遜了啦 聯發科今天反而沒漲 好沒關係我一漲一漲看喔 基本上台股F4今天有三檔 是不遑多讓的 台積電 來各位 聯三紅了對吧 今天最高點直衝1055元 今天台積電直衝1055元 那如果呢 你聽從我們的建議 你買一張可以賺到6萬塊 對吧 什麼建議 來各位 我有沒有這麼樣子的提醒你 我有沒有這樣的提醒你 我在上個禮拜 我就告訴你 如果有幸看到九字頭 請你務必 絕對要把握好這個機會 正巧 好巧不巧 有沒有 各位 對 11月1號 上週五 它最低點就來到996 而且它出現的時間只有兩分鐘 只有兩分鐘 周杰倫說 再給我兩分鐘 讓我把記憶結成冰 你給我兩分鐘 我讓你把台積電變成金 996買進去 到今天1055 一張可以賺到快6萬塊 買10張一台TOYOTA賺到了 這張股票沒有賺的 清零面幣思過 那我問你 台積電是不是好股票 絕對嘛 上帝都認同的好股票嘛 1000元這個整數關卡 簡不簡單判斷 1000元心理關卡 簡不簡單 重點是有沒有事先提醒 有沒有事先提醒 各位10月30號 10月30號什麼 颱風前一天 放了一個颱風架回來 馬上破底看到996 話才講完馬上看到996 而且當天我還穿古裝 穿西裝你會忘記 穿古裝總該記得了吧 穿古裝晃得了嗎 台股抄底王沒話說了吧 各位而且這次的抄底 我們是成功的嘛 我不只這次成功 我台積電是表演三次給你看的 三次都滿在最低點 來各位 8月5號813這一天 沒有講嗎 9月4號跌到888這一天 沒有講嗎 三次通通買在最低點 來各位 你現在回頭看 你會覺得神道不行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邊我叫你買 這邊我叫你買 這邊我還是叫你買 三次通通買在最低點 能夠把台積電這種 國際級大型股 當成小型股操作的蛇我其誰 蛇我其誰啊 想賺台積電趕快來找我好不好 不要開玩笑囉 來再往下看 鴻海今天也是一樣 小小的創下 波段的新高 反正該說的我們都說了 鴻海怎麼樣呢 如果1000塊是台積電的新底部 那麼鴻海的新底部 就是200塊 鴻海的新地板 接著還有什麼 225元 是鴻海的合理價格 因為15塊明年預估的EPS 乘上15倍的本益比 225元 想賺鴻海的趕快來找我好不好 而且最近 這個鴻海 這個鴻海比較不刺激嘛 所以呢 大家對鴻海好像有點興趣缺缺 刺激的是誰 有一個更刺激的啊 2354 就是這一檔 今天又創新高 而且我在10月24號公開買給你看的紅准 對吧 節目上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月24號 中式logo時間都壓在這邊 真的講不了講的騙不了 之前我說跟大家開開玩笑 欸我忽然之間 變成紅准的發言人了 對吧 10月15號的重訊 紅准代理發言人易懂 林玉凱明日起接任 好不好 那就有網友來嗆我了 你這玩笑不好笑 你以為你是誰啊 我看你是發言人吧 傷口發言那個發言 來那種酸我一下 現在咧各位 各位 現在咧 紅准從我們六字頭進場到現在 幾乎沒有休息過 今天90塊4了 六字頭噴到九字頭了 欸紅准咧 紅准咧 紅准咧 對不對 股性溫和 141億 紅海集團的大型股 可以這樣標 我跟你講這邊標上去是三支漲停板 三支漲停板喔 不是三支雨傘標 不是三支北海岸喔 是三支漲停板的漲幅喔 紅准喔 現在那位網友呢 消失了 disappear 都不敢講話了 雖然我策林玉凱 不是真正的發言人 可是我是紅准的發財人啊 你跟著我買紅准就發了嗎 對吧 而且這種股票又穩健 位階又低 你是敢那種一千萬 全部壓下去買紅准的人 不是嗎 一千萬賺三百塊 不是嗎 賺三百萬 我再講一次 好不好 紅准90塊是結束了嗎 如果說賺三塊多的紅准 能夠漲到七八十塊 過去幾年都是這樣嘛 賺三塊多 三塊多 三塊多 可是可以漲到七八十塊 那你認為 賺九塊多的紅准 可以漲到哪裡 你自己去思考了 好不好 好 再來 廣達 廣達 一樣喔 關鍵價位我都跟你講了 兩百九十塊左右 對吧 我說廣達的這個關鍵價位 它不會是三百 不是整數 是兩百九 是兩百九 抓到這個關鍵價位 你在當天 給他們買一張 對吧 給他們買一張 兩百九十塊 到今天多少 三百二 三十塊的價差 買一張 兩天賺三萬 好不好 一二三 買一張 兩天賺三萬 買十張呢 OK啊 買不起Toyota啦 買台重機可以吧 30萬買台重機可以吧 那聯發科真的就 比較沒辦法 因為我昨天講過 他偏中概股 所以有可能要等到 大選過後了 不過他旗下的公司 比如說像玉太 6679 好不好 今天漲三天 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透過我們的這條線 個股破切線 財富起跑線 還是可以抓到買點 而且是抓到第二個買點 什麼叫第二個買點 來 再跟大家講一次喔 來 我們一樣喔 拉條直線 稍等一下 來有沒有 是不是教過大家 個股破切線 財富起跑線 這是第一個起跑線 起跑之後噴出 拉回 這邊是給你第二次機會 點到之後 我就發現連續 三根紅黑 連漲三天 我還說人生 不一定有第二次機會 可是有些股票 它是可以給你第二次機會的 一樣畫葫蘆 還有誰 來 來各位 台大電數也一樣 一樣喔 各位第一次機會你沒有把握到 第二次機會 點到 連噴三根 基本就三根 我上來不是也提醒你 另外一張股票 深陽半 對吧 十六十九號特別提醒你嗎 當時呢 一二二點五 對不對 拉條線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拉條線在這個地方 來有沒有 有一條線 有一條虛線啊 好 深陽半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連搭三根 所以連搭三根 所以賺錢的方法是可以複製的 來 不要說 我在那邊斷章取義啊 真的拉一根下來 四三根 點到拉三根 不是嗎 賺錢的方法真的是可以複製的喔 來高峰 哇 高峰今天漲停板 好不好 反正這張股票 你知道我有啦 我們這邊還有做加碼的 對吧 天虹這個也是破切股 安可也是破切股 今天表現都還不錯 對我們來講一下 今天我們盤中呢 有買進檔股票 好今天的盤中 快打部隊要來買股票了 我們來買一檔 當時我們買進是下跌的股票 好 據我所知呢 本週召開 這邊有點打錯字 董事會才對 屆時會公布第三季的財報 這個數字應該會很不錯 是誰 提示是什麼 屏東科技大學 亞東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嶺東科技大學 是什麼 這張股票呢 我們買進之後 一度有拉高翻紅 那我是這個樣子 不論有沒有限買限賺 我都會彈開給你看 這個提示超級簡單的 超級簡單的 你發現這三行字 有沒有什麼共同的特性呢 東科嘛 屏東科大 亞東科大 嶺東科大 東科嘛 各位 我們在這邊買給你看 馬上 拉到翻紅 到最後呢 稍微殺下去一點點 可是 依然是限滿限大限賺的 那我們簡單講一下 禮拜五董事會 第三季的財報 應該會相當不錯 往年最高紀錄八塊 今年的話 前三季應該可以超過歷史紀錄 前三季就能夠超過歷史紀錄 最後這個希望子 東山再起 這個時間快講不完了 6442的光盛 對吧 創新高了 更誇張的 虎門科技 先創新高才拉回 我也講過很多次 虎門科技長的是什麼 你要講是鴻海CPO都可以 可是真正驅動虎門科技 這麼標的原因是什麼 是在於股價的低估以及補漲效應 所以我分享過非常多次 一直請你 趕快上車趕快上車 因為漲幅嚴重落後的翻轉財富 不好意思 今天他也大漲創新高了 昨天他是先創短波段的一個新高 今天他是再創一年多以來的新高 所以各位你就再慢慢來吧 你就再慢慢來吧 機會太多了啦 這回句話送給你 常常聽人家講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人 這句話是錯的 好不好 真正的機會 只留給願意勇於把握機會 機會在你天空上飛來飛去 你沒有伸出手把它抓下來 你怎麼會有機會 對吧 現在第四季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結束 接下來 還有美國聯準會的降息 以及中國大陸 持續釋放資金 這麼大的題材 你怎麼能夠不好好把握 好不好 想把握的朋友 記得第一時間來找我 一樣 任何問題歡迎你透過LINE 以及我們的電話 直接與我聯繫 明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共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